歡迎回來NGO觀點 其實政府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有一個政策就是廣社高中 可是在當時 如果我們從人口政策來看 應該已經知道少子化的趨勢 可是還是鼓勵廣社 所以廣社的結果 今天卻面臨了他們必須退府 這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不過我們也看到有幾所學校 真的轉型成功 就是在這個 我們看到的起因高中 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我們現在來看他們怎麼轉型 設有普通科 職業類科的私立綜合型 高中 起因高中 我們有就業導向的班級 那也有升學的班級 每一個科系都要有他們的舞台 站在自己的舞台上盡情發揮 全校八個群科 十三個科系 再加上一個升學為主的普通科 學校為各班學生設立不同目標 幫助他們達成 圖書館裡擺滿的大大小小獎盃 是職業類科學生們的戰績 聖經百戰的他們 是國內各大技藝競賽的常勝軍 去年資訊科學生跨海參加 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打敗二十三國一百多件參賽作品 勇多一金一銀二銅的好成績 更是振奮全校師生 沒讓職業類科專美於前 普通科學生成績也不遑多讓 這是師長口中的台青交資優班 今年學測六十五級分以上共二十八人 預估全班百分之六十學生 都能進入台大清大交大就讀 只要我們有心要把它造就它 它絕對能夠是未來在國家或者社會上 是一個非常閃亮的一顆星星 教室坐得滿滿的 全校一共七千多名學生 在起因高中完全看不到少子化的危機 但這間有44年歷史的學校 其實也曾走過半學低潮 曾經連續多年只招到三千多位學生 還因為素質差每年得開除五百人 但校方並沒有想放棄 這些年校方力拼轉型積極整頓校風 找出優勢重點發展 真正用愛心辦學 提供高額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前來就讀 更獎勵表現優異的學生 八年多來總共頒發超過六億元優秀清函獎學金 其實當初考量起因 其實是因為有看到董事長跟媽咪提供 那個愛心助學獎學金 它不但拔走而且輔助落實 所以我們每天董事長媽咪提供一千個愛心便當 給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來享用 讓他們沒有生活上的顧慮 當你摘掉的時候 它頭這邊有一個洞 有個洞 那如果說本身有一些農藥殘留 它會跑到裡面去 餐館科十座客裡 名廚蔡萬里師傅 正在教學生利用當季水果草莓 加上吐司 製作出精緻雁客甜點草莓吐司塔 這個你看看 十幾塊錢不用 你去餐廳要兩百 當然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蔡萬利認為要教學生做出創意好料理 完備的教學設備相當重要 你看現在目前看到這麼好的設備 所以我們在教學起來得心應手 因為董事長經常講 不要拿過去的設備 教現在的學生去適應未來的生活 學到的其實不只是技術 還有態度 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也要去努力把它完成 熱情活力的企業高中 像個和樂融融的大家庭 用愛心辦學是企業高中脫胎換骨 轉型成功的重要關鍵 他們從孩子的需求出發 全力當老師的教學後盾 為孩子創造優質的求學環境 今年十二年國教就要上路 高中職均優質化是重要的配套 我們期待小小優質化 區域均質化的理想中能到來 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中立的起因高中 真的轉型很成功 也看到他們學生都非常的耗學 那其中有一個 你剛剛有看到一個鏡頭 就是很多的獎牌 那我不曉得我們教育部對優質認證 標準是什麼 對 優質認證是學校經過了評鑑之後 因為學校每四到五年會有一次的 學校評鑑 學校評鑑的指標就包括從校長領導 行政運作到課程教學 學務輔導到學校的設備跟師資 以及它的績效 這個評鑑的結果會有評鑑的等地 評鑑等地如果都是在 一等以上就八十分以上的 就可以申請優質高中 所以優質高中認證的前頭 是有評鑑的 那評鑑的前頭 事實上我們從九十五學年度開始 我們就透過優質化的 這樣一個補助的措施 讓各校都能夠按照 它辦學的目標去辦有特色的學校 所以剛剛提到說 它指標就是根據我們評鑑的結果 然後學校可以去申請 其實大家剛剛也看到 這個企英高中也走過半學的低潮 然後他居然能夠轉型成功 這個轉型成功的一個因素是什麼 是因為人口嗎 還是因為什麼 這個如果在花蓮有沒有可能發生 我們在桃園地區都知道 因為企英的這個經營團隊 大概在八九年前做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這改變的這個重點就是有 現在的董事長他帶了資源進來 而且持續投入 這個給經營團隊很大的這個信心 還有在校的同仁們都會有用打氣 而這個支持是一年一年又一年的 不是說今年試試看 看到不太好 第二年馬上就說掉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經營者的一個企圖 第二個我要說的是說 到底台灣需要多少的高中值 這件事情可以用超商來做比喻 我們過去超商會覺得說 有一千間 兩千間 大概台灣應該飽和了 實際上外國都知道 台灣目前的超商是超級密的 但是為什麼超商還經營的下去呢 各位看他的點不但都很漂亮 而且是越開越大 原因是他擴充了自己的功能 不要講說他擴充了很多代收的這個功能 他連各位的午餐晚餐 都可能很多人在那邊 大家在那邊喝咖啡 談事情 他也兼了很多的這個交際的功能 那因此這個學校的功能是什麼 也會決定說到底台灣 可不可以再容許有這麼多的學校 假設學校都變成是跟市民相關的 學習的這個學員 那他可能是一般公司 要辦進修就來使用學校場地 然後這個要運動早上 就可以開放到八點半 都是附近都可以用 那附近的舞蹈老師什麼的 都也可以在這邊帶市民去運動 那這個學校不一定會馬上萎縮掉 所以我覺得是要看台灣需要多少操商 這問題可以比你說 台灣到底多少學校需要退場 如果剛剛副市長講的 有些是不用退場的 但是大家想好 學校要變成多功能沒有 如果變成複合式的這個學員 那就有機會 不一定一直在聲援這邊來做競爭 最後一個我要講的就是 學費補助多少是關鍵的 剛剛講到公校也許可以用降低班級人數 因為現在差異性比較大 學生差異性比較大 還有選修的必要 課程的這個改變 但是我們的這個私校 他基本上需要三十三到三七 他才能維持平衡 但是假設你補助從四萬五 變成是五萬的時候 他可以降到三十個以下 那同時他可以把多餘的學生 還可以讓其他學校的吸收 所以這個東西因為是環環向後 都有在教育先生單位 這仔細的規劃 不過私校有一個不平之名 就是說為什麼嫂子的話 要他們私校先退場 那公立的學校只是減班 減少人數 那我不曉得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真的是公立跟私立 那私立當然很不平 首先我們都知道台東 有一所很很棒的私校 那個公東高工對不對 他就在台東 他也是那種瀕臨 快要被輔導的狀況之下 然後發奮頭強 現在有一千多個 一千六七百個學生 在那個地方 那他他有特色 好 我如果來看公校跟私校 因為我剛好這幾年 有參與教育部的一些 訪視的作業 我有時候非常感慨 就是說私校 反而是老師非常積極 努力把孩子真的當寶一樣 因為他當然 他有一個狀況 就是他可能失去了 這個孩子 他可能就準備要關門 可是反而是公校某種程度 好像無所謂 反正我也不會被關 對不對 所以確實是我聽到很多 就是說那為什麼好像在談退場的時候 都談私校退場 所以你認為公立的也應該退場 該退場就退場 對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我剛剛談的那件事情 就是說但是你對於那個偏向的地方 你怎麼去保障 第二個你有沒有可能透過這個機會 去做轉型的工作 其實我們看到那些私校 辦的突然間轉型的 那個他其實是因為轉型成功 或辦出特色出來 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一些機制 去辦一些特色 特別是我們也看到會退場的 大部分都是職業學校 職業學校在這幾年 我們一直也被批評說學用落差 學用落差 我們跟產業間的差距在哪裡 對產業界的未來是怎麼樣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實驗 有一些學校是面對 去因應未來產業去做發展的 而不是像現在很多的科系 都是那種傳統科系 那你免不了很多家長 覺得我沒興趣 我還是幹嘛去讀那樣的學校 是 我們來問一下 到底公立學校有沒有退場 有沒有退場 我想發展輔導 轉型輔導跟退場輔導機制裡頭 並沒有講只有私立學校列入 所以公立學校也會列入發展轉型 跟退場輔導的機制裡頭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不管是發展輔導 轉型輔導 我們都是希望預警的功能 然後協助它 所以公立學校 它在調整科系 同時因應當地的需要 而且有些會列入的 也是在偏鄉地區 所以我們還是要考慮到 他的公共性的功能 所以整個來講 我們希望輔導是比較重要 退場不是我們唯一的選項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一九九五年以來 高中主 高中址的數量變化 當時有廣設 所以就一路爬升 現在總共差不多將近五百所 可是五百所裡面 我們看到私校是降下來了 私校的比例 從五十二一直降到四十二 那這當中呢 其實我們在談這個學校的 優質化的學校的時候 怎麼樣輔導每一個都是優質化 而且區域均質化 這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標準 但是我們還是回到 那個優質化跟均質化 因為老師剛剛談很多 周教授你在看 如何讓偏鄉的學校 也能夠享受到 就是偏鄉的孩子 也享受到 我有優質化的學校可以念 現在一個大的問題 不是說偏鄉的經費不足 或者是沒有被照顧 主要就是說他留不住人 留不住師資 最重要還有留不住好的經營團隊 那這個當然原因是非常非常的多 也不是因為年輕人 或者是老師們 他不願意待在那個地方 那我想這個部分 那包括今天早上 還有一位同仁在跟我講 是說他們到苗栗的山區裡頭 去辦原住民的學校 可是偏偏附近有很多公立的托兒所 等等的 反而是很多裡頭的老師 把他的孩子送到這個原住民的 私人的這個辦學 所以剛剛謝理事長 講的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其實在整個辦學的 經營的危機感裡頭 或者是特色的掌握上面 我們必須要說很多私立學校 他其實比較能夠感受到 社會變化的脈動 反而是很多公立的學校 還沒有這種危機感 尤其在都會區的 你可以看得出前面排名 排名前面級一些學校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頭 我是覺得應該是在教育部 如果有可能的話 要做更細緻的去規劃 到底台灣需要多少高中職 那麼哪些是傳統合適的高中職 哪些是需要有單科的 或者是不同地區裡頭 他的最適的成本 最適的人數是多少 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要再更精準去算 而不是現在只有那個優質 或者是等等的 其實剛剛有談到 一定要去看到他的公共性 那只是我們在看退場機制的時候 有人說自由市場來解決 可是事實上公共性也很重要 所以在這裡面你們的原則是什麼 剛剛有提到說 事實上我們的整個資源分佈跟調整 我們是有很精密的在調查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算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像剛剛提到說 有些私立學校在退下來 這十幾年來有十二所學校 事實上新設的私立學校也有九所 那同樣情形在縣市裡頭 原本他是只有遭受國中生的 那因為就是他希望讓孩子能夠就近入學 所以有些直轄市跟縣市政府 也在設了完全中學 就是國中部 然後他另外還有設立高中部 然後他有六年一貫的這種 事實上整個資源的調整跟分佈 要因應當地的需要 剛剛周教授提到說 事實上是不是有些地區留不住好的經營團隊 跟留不住好的這個老師 事實上以台灣現在的年輕人來講 他並不盡難說會都是往都市跑 所以我們私資的這個數值 各地的學校的私資數值是相當的相近的 只不過就是說的確有些家長對於過去用這個 教育會用那個國中基策 然後去選田志願會跑比較遠 那我們現在用就近入學 用免試入學之後 我相信今年就103學年度開學之後 會可以看出來整個學生就近入學的情況 會比較普遍的 但是剛剛副署長有提到說 這個偏鄉的私資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真的偏鄉的孩子 還有偏鄉地方的家長是非常不滿的 我們先休息 待會兒回來 一般的私資學校我了解 他為了發生的意思 所以他不敢去當 不敢去處理 在我的想法 你越不敢去做這樣的話 你的學校永遠還是挺在原意他部門